大家好,我是Howard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加拿大移民指南系列第六期 加拿大旅游签的申请 然后主要是通过GCK如何申请 首先我在YouTube最后Bilibili和小红素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的有关信息 如果大家觉得方便的话请关注点赞和收藏 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与我取得联系 首先呢我们如果申请加拿大旅游签呢 现在加拿大有两个系统可以使用 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叫ARCC Secure Account 也就是我们说的GCKey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ARCC的Portal 这两个系统的话各有优势和劣势吧 我们这一期分享的主要是通过第一种方式 GCKey申请的方式 首先呢大家需要去这个我屏幕上方的网址 然后去这个登录 如果你之前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账户的话需要注册 如果你已经有了账户的话直接点击这个左边的登录选项 登录进来以后呢它有几个选项 那比如说这个页面里面我们要选第一个就是Apply to come to Canada 当然呢如果说是难民的话它要选择第二项 还有这个如果你是申请这个公民的这个certificate的话是第三项 第四项的话是转换学校也就是说比如说是你已经有了学签你需要换这个学校的时候你需要通过这里和ARCC告知ARCC 那选择Apply to come to Canada以后呢 进来的第一个页面呢其实它分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你来加拿大的目的 那它有一些选项如果我们申请留线的话要选这个visit 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来加拿大的停留时间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都是选择停留啊低于六个月 因为正常如果说你持留全入境的话在加拿大每次最多待的时间呢也是六个月 那选择这个护照的代码选住你的居住国 在这里的话需要注意就是你在境外申请的话直接选择你所在的国家就可以了 不是说是必须是中国因为这里它问的是你的居住国 下面一个问题的话是说你是否有这个家庭成员 然后是这个18岁以上的加拿大PR或者公民 这个如实填写就行了有的话就是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选择no接下来填写这个你的出生年月日 另外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family member在ARCC的定义的话 它是这个主要是包含你的配偶 你的这个同居伴侣 你的这个dependent children 还有他们的dependent children 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和你的孙辈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说你是否是加拿大或者是登陆的这个移民 一般来说你申请旅游签的话都是no 你是否有美国绿卡如实填写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 接下来的话是问你的婚姻状态 然后异象省份的话这个其实啊没有特别的要求 那因为你可能旅游的话你不止旅游一个地方 你啊这个比如说你要去那个温哥华 你可能选择就是这个BC 你如果要来多伦多的话可能就选择是安大略 这个没有特别重要 接下来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你可能符合申请的项目呢是visitor visa 啊低于六个月的 然后我们继续下一步下一步以后呢 他就问你主要的访问的目的 因为其实我们申请的旅游签呢 在加拿大他没有这个他叫tourist visa 但是他这个是属于啊我们叫trv就是叫临时居留访问签证 这里面的话他有这个很多的目的那比如说在这个页面上的话就有显示你是这个探亲还是房友啊 正常来说探亲和房友的话可能是需要有邀请信的另外的话是说你是否是在这里啊有做生意啊 那商务的目的那也是属于这个啊这个trv里面的第三个就是旅游那如果你是旅游的话就选择第三项那第四项的话是说你参加一个pnp项目的interview 那这个的话也是有的那这个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个pnp尤其是投资类的项目的话 他都需要你到当地的省份呢做一次这个考察那你可能就要选择这一项或者其他 因为这里面其他的话就包含如果你是陪读的话你可能要你可能你的目的的话就不是以上次集中你可能你的目的的话是陪同你的孩子到加拿大读书 然后选择目的以后呢选择下一步 下面一个问题的话是说你是否十年内合复旅行过加拿大这个如实填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那是否有一个有效的美国签证那这个也是根据自己啊的这个情况如实填写 呃接下来的问题问题 呃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居住国是否有工作的offer啊你是否在原住居住国有这个生意 第三个是你是否需要依靠其他的财务支持 然后你是否履行过其他国家 呃这里面的每个问题的话其实都是有含义的 那第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 呃说这个其实是你的这个你在呃国外的这种啊 Ties 然后包括你在居住国有生意 那是否问你是否是这个依靠其他人的财务支持的话 啊这个比如说你的孩子那可能就是说你要选择的就是是 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是问你的这个旅行记录 其实这一部分的话是和你的这个很多人在被拒签以后的理由里面 的179条有关系就是说你是否会自留 就是说啊这个你不会离开by the authorized state 那这基本上就是一百移民法条例179条的规定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你是否有家庭随行人员已经有状态或者获准前往加拿大如实回答 啊那比如说你的配偶有这个签证的话那你就要选择是 那如果你们是全是白本第一次申请的话那就是选择no如实添写就可以了 啊接下来的问题呢都是和这个我们叫in admissibility有关系的主要是在移民法的第34条和42条里面的规定 那首先的问题的话就是你是否是啊犯过罪被逮捕过被控告过或者是定罪 那接下来问题是说你是否12个月呢有做过ARCC任何的体检 这个的话是啊规定就是说如果你在加拿大营留超过六个月啊然后或者是你在去年有连续六个月居住在指定的国家的话是需要提检的 啊是否要提交申请给另外一位家庭成员那比如说你是这个父母要给孩子同步提交的话这个就要选yes 如果说啊没有的话就选择no 这也是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填写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是说这个你的这个授权啊就是啊其实就是一个啊ARCC联系的一个一个权限 有哪些人的话可以获取到你申请的信息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问你录过指纹没有那你如果是录过指纹的话 在最后生成的页面中指纹就不需要录并且是不需要交费的 但是如果说你之前录过的话那啊就你之前没有录过的话那后续就会有指纹费85刀 然后的话也是需要去录指纹的当然录指纹的话只针对14到79岁 啊接下来就问你是否是支付签证费还是属于费用豁免的 有些情况是針对难民是豁免的包括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啊申请 接下来问你是否可以扫描你的材料当然呢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都是电子班扫描 接下来的话支付申请费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啊然后呢到了下一步以后呢 他就有一个review answer的一个机会 其实就是刚刚的一些啊信息 我们再啊这个 全部review一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下一步 那到下一步的话就是他告诉你申请的整个这个流程 然后到最后的话就是申请一些清单 那5257的话就是TRV境外的申请表 注意的话就是每一个表格的话都去LCC的官网确认一下 现在是这个最新的版本 如果因为LCC有很多表格的话就是你在点进去以后 他显示的是有问题的啊这样的话你需要下载下来 然后右键点击这个文档 然后打开选择这个Adobe 打开以后呢就是没有问题的 嗯接下来就是旅行历史 如果你有旅行历史的话就这一项就会有 如果你没有旅行历史的话这一项在你的这个页面是没有的 嗯护照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教育和雇佣表格 这个应该是0104表格 那这个表格啊 嗯 嗯 的话就需要 大家在填写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 也是需要最新版本的这个文档 其中5257这个表格的话是不需要签字的 那0104表格包括这个5645表格都是需要签字的 财务支持这个里面如果啊我们以旅游为例的话 那还是需要准备一下你的这个啊雇佣的这个记录 你的存款证明啊包括你的一些车产房产啊 包括还有你此次旅行的这个啊花费啊啊 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的逻辑是说我个人或者我父母能给我提供的支持是多少 我这次旅行的整个费用的预算是多少 那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说你有这笔钱来确保你的啊这个旅游 啊如果说你只是把所有的财务信息堆上去的话 有时候会被拒签说你没有足够的钱 那也是有可能的啊下一项是照片 然后purpose travel的话这个很简单 你可以如果你是旅游的话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旅行计划 还有你的这个旅行预算 包括就是如果你已经啊预定了一些配门票啊或者是等等 你都可以提供这样的话 啊其实这个purpose travel的话就是来判断你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啊旅行的一个行为 family information5645啊也是需要签字的 啊5257的这个这个是5257和上面那个5257不一样 这个是5257的schedule这个很简单啊下载以后就一页纸 然后如此填铁就行了client information里面呢我觉得当然的这个不是必须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想提高你的签证申请通过率的话 我建议这里面还是可以做一些文章的 因为这里面的话是你向那个签证官展示你的一些啊基本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在我的其他视频中有讲过 其实所有的这些签证的话 不管是TLV 不管是这个学签公签 这些在加拿大的整个移民体系里面呢 它叫临时拘留签证 主要考察三方面 第一方面的话就是你的这个滋留倾向 那你就要向签证官说明你的intention to departure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你要证明你 在这个国内有更多的这个约束力相比加拿大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人拒签是因为他说你在这个境外的约束力比较弱 或者说他说你在这个境内的约束力比较强 那都是因为你可能在这个intention to departure里面没有和这个签证官表述清楚你的相关的信息 包括这个关于临时拘留签证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的这个钱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之前遇到过比如说有人他预计花三千到来加拿大旅用 他银行账户上只有一千到他是学生 那签证官就以没有钱来拒钱他 这个很正常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有AI的介入审核 可能你在填表的时候 那个如果信息填的有问题的话 AI就会检测出来的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你的访问目的 在我们上一边上一个页面中已经出现了 你在这里面也可以再次把它放进去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万一出了问题的话 你在考虑这个reconsideration 甚至说你要和移民局打官司的时候 你的资料越详实越丰富 那你成功的概率就会越高 那最后的话就是一个交费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visitor 然后你的这个申请费是100刀 然后指纹费是85刀 总共是185刀 那这个所有的资料上传好以后呢 就可以提交了 我在那个youtube之后 bilibili和小红树呢 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的有关信息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关注点赞和收藏 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与我取得联系 希望大家的签证办理的都比较顺利 感谢大家